大盘低开高走震荡回落尾盘拉升 这个位置咱们抄底了吗 好今天是2022年12月6号 大盘呢在今天全天震荡的情况下 可是有两大特征啊走得非常明显 第一个呢是前几天长得非常好的中字头 今天出现了普遍的一个回调 这个回调算是个良性的 第二个特征前些天走得普遍弱的题材国 今天出现了一个补涨格局 那么接下来的两天当中 大盘还能不能够延续这样的上升呢 如果想延续的话 那么前期上涨的中字头在这位置可不能伪 另外今天起来的这些个题材国赛道国 那么接下来他们还得继续轮动 只有轮动才能接下来 未来两天呢才能继续向功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时间节点定为两天呢 因为明天和后天对于大盘来讲十分关键 这个位置呢 它将要突破这个上涨的一个趋势 一旦要是形成一个突破趋势的话 那么再次打开的是一个上升空间 今天虽然大盘震荡 但是尾盘的时候仍然是创了个新高 我们是指的是收盘价呀 这个是证明什么 那么这根K线走出来的可是一个上涨趋势 最后今天这个上涨K线怎么定义呢 定义它为上涨K线 就是股价高点创新高 股价的最低点不创新低 仍然是保持着一个强势上涨 这样的K线组合就叫上涨K线 既然是大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跳空高开上涨K线 那么涉及到的就是明天 明天假如给这个位置 继续不回补这个跳空缺口 记住啊 这块有一个跳空缺口 就是3170点上方 假如明天上攻不回补的话 后天再继续不回补 那证明什么 这不就说我说这个未来两天关键吗 三天不回补 证明这个缺口有效 第四天再不回补 那就证明这个位置啊 就非常强势 那么大盘 尤其是在这些大家伙都启动了 你像这些大白马 大蓝筹 中字头 他们都启动的情况下 那大盘可没准能涨到哪去 下面这些缺口可都不是问题 所以在这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 明天跟后天 要想明天后天大盘上涨 那么这个位置必须得是这些 中字头继续发飙 而且今天出来的这些题材股 赛道股 明天后天得连续轮动 那么大盘才会在这出现 跳空缺口上方不倒 所以呢 我们现在重点关注明天后天 能不能够延续这个上涨 关注的一些板块呢 还有内容 刚才已经说到 我就不赘述 下面说一说 今天盘中的一些个具体小特征 今天盘中 大盘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 但是这些东西啊 都是在允许范围内 就包括今天一个跳空低开 也是由于一些特殊原因 不管怎么说 今天冲高回落 尾盘翻红 这个还是代表我们大盘很强势 只不过今天呢 成交量看到们虽然说不到一万亿 但也将近呢 这不也不错吗 北上资金虽然说不多 但也是净流入五个多亿 而且全天呢 五百多亿的净买入 这已经非常高了 就买入额达到了五百亿 非常高了 热点方面今天非常多 就连下午的时候啊 快递呀 包括零化工啊 尤其是供销社都动了 在尾盘的时候 一些中字头 还有各方面呢 也在不断的往上推升一些 你像那个里面的煤炭 就不也在动吗 像这些东西光伏 产业链的 还有芯片产业链的 还有半导体 还有这些东西 也都跟着整车在往上飘 尤其是呢 前期涨得比较好的 这些个大消费 以白酒为榜块啊 为龙头的 他们都在上涨 大家跟着我向这看 今天涨的这么多 而且把指数能翻红的 不是说中字头 是什么 是毛指数和宁组合 他们这个里面 实际有很多也是中字头 只不过呢 没那么叫 或者是大央企 没那么叫而已 那么今天像白酒 像一些个大消费类的 仍然在动食品饮料 那些不都是大央企 大国企吗 那么再说银行 今天也不 这不是也给这块 也推一推吗 更主要的是这些个 以宁王为代表的 这些赛道的 题材的 他们动了 今天对股市 是最大的一个推动 就是他们 那好了 在这我们简单的 通过梳理能够发现 这些大的权重指标股 你看今天上涨的 也是非常多 那么只有那些个 纯的中字头 像大基建呢 他们给那块出现了 一定的叫拖累指数 或者是说人家良性整理 那么很多中字头 昨天是大面积涨停 或者是说涨幅非常大 那今天怎么样 今天不就是微微跌了不多吗 所以大盘看上去呢 虽然说有3100家在下跌 只有1600多家上涨 可是我们指数还是翻红了 并且创业版 科创版在这块呢 也都出现了一个护盘的迹象 科创版走的呢 稍微弱一点 但这个呢 不要紧 都是小跌 创业版还涨了不少 深层值啊什么的 都给他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上涨呢 那么现在呢 我们总结一下 大函在这啊 包括权重指标股 除了这些中字头 他们歇一歇 剩下别的还在护盘呢 那么剩下就是啥 这些个题材股 也出现反复活跃 那么这些东西 都在一个上涨的时候 那么只不过是涨幅大的不多 今天涨幅超过百分之五的 我们看 今天涨幅超过百分之五的 只有九十二家 我给大家统计一下啊 不限细数 那么在这里面 九十二家超过百分之五的 上涨超过百分之三的呢 只有多少家 只有这个三百多家 咱们上涨超过百分之五的啊 有一百三十三家 下跌超过百分之五的 有九十二家 那么在这儿 他们区别并不大 这个是关键 只是说大涨的和大跌的都不多 那么现在就是在中间 涨幅不大的是特别多 你看下跌百分之三的 现在有多少家 百分之一百分之三以下的啊 有两千七八百家 这不就证明一个道理吗 就是大家给这块都是小跌小涨 所以说在这儿呢 大盘我们给他规定 就这个位置呢 可能啊 是出现在一个横盘震荡期间 用这个呢 形容也是贴切的 那么今天全天除了横盘震荡 剩下的呢 就是一些个高标的 过去高标的 又出现了活跃 你比方说 像前两天涨的比较好的 公销社 这不是业游又有涨停的了吗 那么他们经过一些个回调 现在公销社又出了一个火爆 这是什么 这就是叫做题材反复炒作 只要是题材热度有 那么就证明市场上还是有热度的 下面现在市场上 我们如果再想涨的话 你像这些个白酒啊 这不是热度也不断吗 还有这些个啊 咱们强调这些个毛指数 凝组合 这不是很多热度也在强吗 包括啊 咱们现在特别希望的 这些大消费也在涨 这不都是一个代表了一个方向吗 那么既然向上方向已经定了 看看大盘呢 这个位置向上方向没有改变的时候 那么明天和后天就十分关键 如果明天后天两天都不回补这个跳空缺口 很有可能这个缺口也不补了 就继续向上干 这个是我们也非常希望看到的 综上所述啊 今天大盘在这呢 出现了一个横向整理 这个是良性的 那么你不能让马儿光跑不歇歇脚 对吧 现在歇歇脚也行啊 所以借着这个机会呢 很多个股也出现了一个回调 回调呢 只是在区间范围内 在这个期间 今天下午我加仓了 我加仓了5%点多 不到6% 那么现在总仓位呢 已经达到了56%点多 不到57% 今天大盘别看收了个红啊 还有科创板在这跌了个一点 但是我的账户可是缩水了 今天我的账户跌了是0.59% 就这么准 没错是0.59%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手里头大把的不就是这些个大权重 尤其是大中字头类的吗 今天中字头微微回调一下 我这个呢也出现回调 也算正常 0.59并不多 那好 这都是能接受的 现在我的仓位呢 已经达到了56%的多 不到57% 证明呢 我在这呢 也在跟着大盘往上上 那么我的仓位也在往上顶 尤其是今天我加仓呢 这不是也是人家回调的时候 我来加一加 是不是也对呀 好了 那么在这呢 我在等着明天 后天大盘 如果说完成不回补缺口这个任务的话 那就更漂亮了 所以在这如果明天不回补缺口 可能那个位置呢 我还要加一点仓位呢 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等着的就是 今年这一波吃饭行情吗 那好 缩小一点大家看 什么是吃饭行情 大盘今年 看到没 从去年12月13号 跌到了2863 然后经过震荡回调 现在这一波啊 现在明明的出现了一个 就是一个上涨趋势 那么这个趋势没破坏的时候 我们仍然看上涨 所以呢 我现在理解上 如果这要是接着上涨 并且要加速的话 那不就是今年的吃饭行情吗 好朋友们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家观众 今天三点半之后 大盘会有很多消息出来 包括一些个国外国内的啊 我会梳理好 然后明天早间用早播报的形式 分享给大家 同时呢 把外盘的走势 包括我们中外国 中概股会影响咱们明天大盘的走势啊 我都加到早播报当中 我每天三段视频 早餐是八点到八点半 中午是十一点半 下午呢是三点到三点半 所以这三段呢 大家分别一起看就行了 好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明天我们一起早播报 见